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动作女演员 曾为拍戏伤痕累累 林心如首报被求婚过程 霍建华在家中点板蜡烛 他们竟是农药老司机 卑鄙荣耀王者 杨幂69星 陆寒是如何从耿直boy变套路boy的 竟追问李晨24岁恋情 6月22日在2017成龙动作电影周之夜颁奖晚会上 杨幂凭借逆时营救获得最佳动作女演员 杨幂在片中饰演三面妈妈 有很多打戏 而在拍打戏的过程中 杨幂没有使用替身和护续 直接上场 弄得全身试伤 网上爆出那组杨幂满手满胳膊都是血的照片 看起来特别触目惊心 杨幂的受伤连搭档霍建华都忍不住心疼 称比起合作仙剑七侠转三 杨幂的胆子越来越大 可以尝试这样的动作戏 让我蛮吃惊的 杨幂所表示自己拍动作戏不是很多 但是一直以电影人来要求自己 所以吃再多的苦 流再多的泪也是值得的 有网友吐槽 演员拍戏是本分 既然是演员就要学会吃苦 没必要矫情 还说杨幂演技差 成龙也出面 力挺赞杨幂真的长大了 动作演员的路不好走 加油 杨幂最近六天之内连飞三国九成 录制明日之子13个小时没停歇 曾经自爆英文还没女儿笑糯米好的杨幂 在节目里跟薛之谦狂嘎英文也没再怕的 拍戏玩命 录节目玩命 学英文也玩命 真心配得上这拼命三娘的称号啊 林心如今日登上小燕有约节目中 首次聊到老公霍建华是怎么求婚的 结婚前后他都不觉得老公把他当女人看待 所以问过两三次对方都会回有吧 让他哭笑不得 不过张小燕听完后直接下定论 我觉得他其实一直爱着你 林心如透露霍建华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之前一起拍戏时大家都聚在一起吃零食聊天 霍建华却和经纪人以及司机独自走到阳台坐着 你看他有多孤僻 霍建华事后也坦言 当时觉得他们一群人很吵 认识十几年 两人一直不来店 张小燕问 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契机才在一起的 他想了一下说 我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真的没有结论 林心如首次聊到木讷的霍建华当时是怎么求婚的 我们前一天去看林一连演唱会 所以晚上就到他家去 回家时突然觉得有怪味 一看地上发现都是蜡烛 然后他约了很多人来 就求婚了 他很惊讶 平常卖热又无趣的霍建华 竟然也有浪漫的一面 而张小燕听完后直接说 我觉得霍建华其实等你很久 一直不敢爱你 等到对的时机才出手 现在的王者荣耀非常火 除了小学生数目不断增长以外 还有不少女明星也寄出时间加入王者荣耀开黑队伍 大秘密的游戏ID多次被曝光 前不久还和王校长直播过 截至目前为止 杨幂已经玩了6000场左右 新赛季段位是尊贵薄金 但荣耀王者69星的最高段位 足以让他稳战娱乐圈的游戏大神之称 Andra Baby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网野少女 自曝经常玩撸啊撸 现在又迷上了王者荣耀 和杨幂是关系很好的游戏战友 她的游戏签名就是我是杨幂 而杨幂的游戏签名是我是Andra Baby 比起Baby的荣耀王者 黄小明最想王者的第一段位 就常惹网友吐槽 你要多向你家那位学习了 妮妮曾公开发微博求杨幂带 可见对上分还是蛮重视的 而且他平时对战都是和景博然一起的 血仪最擅长的英雄就是小鲁班了 此前还在某直播平台直播过 可能是没打好 竟被其他玩家当作小学生给举报了 李小璐的最高段位是倔强青童 他还曾吐槽过打农药被人坑 吴欣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在集结霸王者里面跟田亮胡夏和李旦开黑 都不落下风的 陆寒出道以来 一直都是一个行走的耿直少年 被问为什么参演泽天记 陆寒竟然直接回答团队接的 阿雅采访时 问他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收过好多情书 他不假思索地说 那会儿已经不流行写情书了 搞得阿雅哭笑不得 登跑吧 在写自己的缺点 让队员猜的游戏环节中 陆寒也是耿直到空气都颤抖 一脸正气地猜测兄弟团和嘉宾的缺点 老奸巨华 死女人脾气暴太胖太老 可是这样一个耿直少年 最近竟然变成了套路boy 在节目里追问起 李晨24岁的恋情 事业和爱情怎么选 面对李晨甩锅 陆寒又一眼看穿真相 在李晨面对如果要离开爱人两年 要怎么办时 陆寒更是机智提醒 一手手机一手充电宝聊视频呗 惹得大家悲悲高呼 四海八荒就服你 离开恋人两年会怎么做啊 就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呢 嗯嗯 哈哈哈哈 啊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应该是 哈哈哈打电话吧我相信还是视频 手机 手机 视频 不不一手手一手充电宝 啊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再见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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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